大家好我是K的粉絲好久不見的各位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我4萬訂閱那個突襲直播用的隊伍吧 對啦原本只是想要隨便弄個隊伍而演啦 但是很像剛好對面的狀況跟我這個隊伍很像有那麼一點點可以玩的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吧 好啦首先講一下我覺得測速在這幾次改版之後 總覺得不太適合這個隊伍了啦 我覺得要用測速呢不如用狂戰士 那用狂戰士呢那不如用太陽啊 主要是為什麼呢 為了對付風流船啊 除非風流船是真的完完全是絕機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測速很難出關 我覺得就算測速...就算完全絕機好了 我覺得測速還是不能出關 因為我還是覺得太陽會比較好 甚至就算不用太陽好了 聖劍一定更好吧對不對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隊吧 我們太陽跟測速的玩法 其實兩面都一樣啦 就是比速度跟比誰O而已啦 只不過我這邊打王會再更有優勢一點點 當然就不管...而且這個是不管初期或後期喔 初期的優勢我大概只有前一兩隻王 或許沒有辦法比對面來得快 但到後面之後呢 我相信太陽一定會比對面來得兇殘 除了轉王以外 因為轉王我要疊起來的話 除非我也開始要疊得夠兇殘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 因為轉王每隔10秒會疊 我只能疊10秒而已 可是我覺得疊的10秒也比隔壁的測速會再強得非常多 而且就算這個時候我沒有太陽...我沒有元素的情況下呢 我光太陽也可以扛住前面的傷害那麼一點點啦 所以這個隊伍我覺得說他算是T0嗎 我覺得蠻...蠻難去形容這隊的耶 他是不是T0 至少他輕怪可能沒有像有金劍的聖劍那麼快 但是今天如果我真的很衰打死叫不出金劍的話 這隊的輕怪效果其實一定會追過隔壁的測速 因為測速再強他一次打一隻嘛 狂戰士他也只有那30秒的時間會比較兇殘一點點而已 不過再兇殘呢也傷害就那麼一點點而已啦 很像打到頂多暴擊幾萬滴嘛 可是如果今天太陽我到後期一隻小兵幾十萬的話 我血下去...很像也不需要對不對 很像光靠...斧頭就已經夠了對不對 很像不太必要 但是打王的話斧頭就不夠力了 如果今天是對付魔術師的話 我今天沒有辦法把王給瀉到底的時候 魔術師又會在補血 這個時候太陽就非常兇殘啦 我太陽剛好可以剋魔術師 就算我今天被點暗好了 我的緩速給他緩下去 我慢慢疊傷害疊起來 魔術師的血還是會被默默的給他扣下去 只要我的太陽都還在的情況下 當然場面上一顆太陽沒有還是不行啦 還在這一波轉下去還是被擋住了 對面有被轉 但是其實我覺得初期被轉還是好事啦 不管是哪一個隊伍 初期被轉...尤其是有帶生長 應該說在有小丑跟生長的時候 初期被轉我覺得都算好事 因為初期其實光靠其他骰子 甚至光靠小丑生長就可以把王給秒掉了 那我有生長的情況下 被轉一次多生長的機會 就可以把整個星數給活生生的拉起來 所以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對面要拚的話 其實可以故意動一點小心機 甚至把太陽點暗啊 或是把星數給他故意弄爛 反正轉王轉就會全部轉掉了嘛對不對 好啦這時候應該可以蠻明顯的 看得到我們太陽的碟傷還蠻兇殘的 這時候還不用靠原子 因為小編的血量才七萬多而已啦 原子炫下去還不多 這一波獅子來擋了一下 有那麼一點殘忍兩邊都被降星了 不過只有降一半而已啊 其實也還好 對其實也還好 因為畢竟... 初期而已啊 初期都還好 後期的話就比較麻煩了 初期的話我這邊還可以搞爛自己 然後把隊伍給他調整一下 讓我的位置再更好一點點 對面雖然說有五星也很多啊 但是都是小丑 而且只有個五星的暴風雪在 小編的血量現在來到11萬了 這個時候沒意外的話 大家應該瘋狂的在玩我的訂閱 沒錯啦 來我們等一下再回到那個正史的情況 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繼續給他看下去 那對面的側數 骰子沒有很多的情況下 而我這裡的太陽雖然說是點暗的 但是太陽本身的傷害疊起來 是蠻兇的啦 那這一波他直接索性的 把五星小丑全部都複製暴風雪 因為等一下轉王就來了 轉王過來 轉一下對面擋住了 其實對面擋住的這一波 有那麼一點點不妙啊 對有一點點不妙 那我這邊的其實有點蠻倒楣的就是啦 因為轉了一下 但是我的原子都不在 那對面轉了這一波下去 其實還不錯 對這一波下去其實還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可以更好啦 因為前面只有一顆五星的原子在 不過五星兩個秒真的是很香 比起今天的五星 欸不能說五星 六星還是五星隔壁的球球 隔壁的球球元素真的太慢了 那慢到有點痛苦你知道嗎 好這邊直接複製六星的太陽 雖然說我前面只有一個五星的元素而已 但是這時候光靠太陽本身的疊傷 就已經夠兇殘了 小兵血量到這邊還有十萬多滴啦 有那麼一點多就是了 但是本身太陽疊起來還是很殘忍啦 那對面這個狀況前面一個五星 後面一個五星 然後後面那三排 有那麼一點尷尬啊 對後面那個位置 然後前面有一些測速起來了 但是這個測速 對你可以看到我們打王的書 就算我沒有點亮我的傷害還是非常的OP 跟對面的狀況是一樣的 那我今天點亮的話應該會更快就對了 而且我還是只有一個五星的元素在前面屑喔 這邊是對面是已經有一個 一個五星在前面沒錯 但是他中間有一個 其實我們兩邊都一樣 對兩邊都一樣 對以前面的那一個轉角而言的話 我們的位置人家都蠻衰的就對了 然後現在太陽很莫名其妙弄出了七顆啊 我實在不剩下那麼多你知道嗎 基本上我覺得太陽四顆就好 因為真正這個隊伍的主角還是元素啊 要不是因為現在血少的關係 太陽還可以多多少少撐得住 如果到後面血多的話 元素還是要先削掉才可以 不然的話其實會拖太多 又來一波轉王 可以看到這時候我們的傷害就蠻明顯 對對面還誇張了 然後我弄出一個七星元素在那個位置 對面的狀況其實也不錯啊 不過又被轉掉了那個七星元素 在左上角也不錯 還行啊還行啊 其實兩個玩法都不錯 然後我現在是最神的情況啊 我的左半邊有兩顆七星一個五星 這個血量穴過來的話 小兵從六十幾萬穴到第一個轉角 就剩下多少我已經看不到太陽的傷害 完完全全擋住了 但是完全走不到 對這個時候我確實比對面還要歐啊 歐到非常多就對了 這時候有點不太好說是太陽比較強 但是我還是真心覺得太陽真的會比這隊還要來的過分 不過沒關係他前面弄出一個六星的原子在啊 這個傷害應該還是可以撐得住的 因為畢竟緩速還是蠻過分的 然後這一波下去他打掉我的一星的元素 不過沒關係他一個位置都還沒走到就滅掉了 這個時候就是元素最強的地方了 太陽最過分的地方 因為太陽可以疊傷 那他的元素已經開始削到那隻王了 還行啊 不過他不是用太陽啊 所以削起來的速度有那麼一點慢 因為這時候太陽疊起來的話應該已經把王給打掉了 然後接下來又是轉王 其實不管哪個隊伍啦 這個隊伍他是沒辦法把轉王秒掉 就算我配太陽也是一樣 除非我今天太陽再配一個月亮 那這樣的話暴風雪要放哪一百呢 除非我今天不放生長或是不放小手 不過這樣的話有點太硬了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三顆攻擊起來配小手生長 還是最完美的組合 當然如果你夠歐的話有沒有 賭博暴風雪太陽配月亮 可是版面不夠啊 15格而已你知道嗎 能放到多少 但是現在對面光一個六星一個七星擋住了 但是我前面這一波下去也擋得非常兇殘啊 基本上只要兩顆在前面就已經把我所有怪物給擋住了 好這一波下去他轉下去 我這邊沒有一個任何元素在 有那麼一點倒霉 但是我選擇把太陽給點亮 但是太陽點亮的情況 他血量其實已經有點多了 我中間那個位置還是噱得到 還是噱得到的還是噱得到 大家應該有看到還是噱得到王 那這一波下去對面有那麼一點倒霉 有一點點有一點點很像不行了 OK算是標準的元素的死穴啦 就是活生生的 你知道他有靈性你知道嗎 完全不怕元素完全不怕元素 好啦那這邊也到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真正當下的情況吧 因為對面應該已經崩掉了 來我們去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爆了我臨飛的血管快不行了 過了啦對面死了 欸你不要這樣 我還想跟你打一局你知道嗎 欸你這樣怎麼辦 我只能再打一局你知道嗎 我想要給他結束 我想要給他趕快結束 糾了 斯文 欸剛好 剛好 欸有了 過了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過了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